請簽名 屏縣府與國內知名公共自行車系統公司 完成簽約儀式 屏東公共自行車將陸續換裝成微笑單車 U-Bike 2.0系統 最快明年3月上路 提供屏東縣民及遊客更優質及升級 有感的公共自行車服務 公共自行車的鄉鎮 會從原來的屏東市跟潮州 兩個地方以外 會擴大到我們觀光上面 能夠滿足很多民眾需求的 有包括東港跟恆春的部分 大概會增加到四個鄉鎮 都是屏東縣的一個重點鄉鎮 屏東公共自行車 將以服務不中斷方式 未來一年內將在屏東市、潮州、東港及恆春鎮 設置130個站點 1200輛公共自行車 內含900輛變速自行車 300輛電動輔助自行車 且和高雄市公共自行車系統相結合 可互相借還 不收取跨區調度費 首播預計明年初上限 U-Bike 2.0是符合全世界的潮流 而且是走在世界的前端的這個自行車系統 再加上我們微校單車公司 在整個營運上面 我們是非常的有經驗 平信府表示 站點設置方式才輕裝免接電 且廣而密的方式 部件租立站點 增加民眾租借便利性 會鼓勵民眾多加其蹭 在112年底前都有優惠 一般的U-Bike的話我們前30分鐘 前30分鐘會免費 然後電輔車 剛才有講一個U-Bike 1的部分 前30分鐘是半價 在現有的資源條件下 我們希望可以再用 擴充的一個方式 到我們到我們的觀光景點 那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交通節點的最後一里路 平縣府進一步表示 縣府自籌7122萬 加上環境污染房子 基金補助的7978萬 導入U-Bike 2.0公共自行車系統 期盼民眾能把握機會 多利用共享運據 不僅節能減碳 又能審核包 袁氏宣哥社 農事採訪不到